介绍完非专业性防御之后 接着我们来介绍后天免疫 也就是专业性的防御 而作用的系统是淋巴系统 淋巴系统的功用有两点 这个A点我们在前面有介绍过了 它可以将体液又送回我们的血液循环 避免肢体的水肿 还有吸收的作用 小肠龙卯所吸收的子龙性养分 透过乳米管 然后再来是比较大的淋巴管 再送回到血液循环系统 而这个子龙性养分 包含了像氨基酸、甘油、维他命AD、EK等等 再来执行专业性的防御作用 就是这个主题我们要介绍的 首先淋巴系统是由淋巴管跟淋巴器官所组成 还有包含了里面的液体叫淋巴 淋巴器官有五个骨髓、胸腺、淋巴结、脾胀还有扁桃腺 其中这个骨髓它是骨头 怎么会有免疫的作用 是这样子 它里面有未分化的造血干细胞 我们写造血细胞 它可以发育成血球 包含了红血球、白血球跟血小白 而这个白血球在免疫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白血球还有很多种 像淋巴球、B跟T淋巴球、丹核球 还有像氏酸性球 所以这个白血球它有很多种 详细的在选修生物才会再介绍 好,再来我们看胸腺 肉质旁的腺代表它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 我们看位在胸腔内 心脏的上方 在这里 两肺之间在甲创腺的下方 这是胸腺 Symus 它可以分泌胸腺素 就是一种激素 可以刺激淋巴球的生长跟分化 其中一个淋巴球我们叫T淋巴球 它就是在胸腺成熟的 这个胸腺在新生的体积非常大 然后会继续的生长直到这个青春期 但在青春期之后 就是八岁之后 它会逐渐的萎缩 而被脂肪组织所取代 所以在新生儿或者小朋友 他们非常容易生病 为什么容易生病 因为它的后天性免疫 也就是专心防御 还没有完全的建立 所以只要病原体进入体内 很容易就生病了 所以小朋友常常发烧 但这时候胸腺很发达 所以里面很多T淋巴球 详细的功能 待会我们会介绍 它会执行专利性的免疫作用 所以它会去辨识这些病原体 所以小朋友常发烧 然后几天之后发烧又好了 这时候它里面的免疫系统 就会建立起这些病原体的资料库 所以当下次再有相同的病原体进来的时候 它就快速的进行免疫反应 把这些病原体给杀掉 所以小朋友胸腺很大 所以免疫力很强 那之所以常生病 就是要建立体内 对这些病原体的资料库 而人可以活到七八十岁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体内建立了很多病原体的资料库 所以成年之后 像老年人 它的胸腺已经萎缩了 可它体内有很多病原体的资料库 所以老年人不容易生病 但是老年人如果一旦生病 就非常严重 甚至会过世 因为代表说这个病原体 它体内不认识它 在它这辈子都没有遇过 而且它的胸腺已经萎缩掉了 不像小时候 所以老年人免疫力下降 所以一生病就容易产生大病 照我们看淋巴结 它位在淋巴回流的路径上 跟淋巴管相连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一点点的是淋巴结 主要分布在我们的颈部 我们的腋下 胯下 还有我们内脏器官之间 尤其是小肠 所以从这个分布图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淋巴结 分布不均匀 而且它分布密度比较高的地方 都是病原体由四肢 要进入我们躯干的时候 在这个路径上会有重病的关卡来守卫 保护我们的躯干 以防止重要的器官被感染 所以你想象一下 通常我们会受伤 很少受伤在躯干 一般都在手啊脚啊 还有脸部 顺着淋巴系统要进入到我们全身循环的时候 就会被淋巴结给阻挡 然后把它杀掉 然后这个小肠 为什么淋巴结密度也会很高 这是因为小肠有龙毛 它的联膜表面积是人体里面最大了 因为它要吸收跟消化 而且这个联膜是没有角质层的 所以所谓的病虫口入 所以为了吸收养分 那一些病原体可能就会进入到我们体内 所以在小肠的周围 淋巴结密度非常的高 好,所以我们这边写一下 淋巴结主要分布在我们的皮下 还有内脏器官之间 尤其我们颈部啊 翼窝 鼠西部 消化道 呼吸道等等 会比较密集 然后淋巴结里面还有许多 细而弯曲的管道 好,我们看这里 这是淋巴结 这是输入淋巴结的管道 这里是输出淋巴结的管道 你可以发现 髓的则 这里是输入淋巴结的管道 不会是浓入淋巴结的管道 如果所以是因为